這種失控擾民的惡鄰居 你有遇過嗎 他在坐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聽到 然後會快慢 然後就咚 以後他會帶不同的人回家 但有的就是真的會撐得比較久 你就是必須要聽比較久 我就直接吼回去 我直接就 馬上就沒聲音 今晚有一點 東昇超市 生日之旦頻道 我就問你正常嗎